重點這邊要請你打一百顆星 打一百顆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背了公式 背了那個電功率的公式 P等於這個IV 或者是I平方R 或者是R分之V平方 重點是考試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運用它 你要記一下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電阻的串連跟並連 跟電功率的一些比較 注意喔 我們討論的是 電阻的串連跟並連 好 那什麼是串連還記得嗎 什麼是串連 圖長這個樣子要串連 對不對 一條線連過去要串連 並連的也就是分成兩條線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開始看囉 第一個 如果電阻串連的話 代表線路上的什麼東西是固定的 來 亂猜 是V固定還是I固定 還是R固定 R當然不會是固定的 現在是V跟I的問題 你覺得是電壓固定還是電流固定 答案是電流固定 所以是I固定 電流 好 寫上去 電流 I是固定的 那你怎麼記 如果你說老師 我真的忘記要掉到怎麼記 很簡單 你把電流想成什麼 水流 電流是水流 那我問你喔 水流的那個固不固定 跟誰有關係 你覺得 跟水管的出氣有關吧 水管越出的水都會越多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喔 如果是同一條水管的話 你覺得 你看這邊 經過同一個水管的話 經過這邊跟這邊 這不是同一個水管嗎 因為同條線嘛 同一個水管 那請問你 它的水流會一樣多 會 所以代表它的電流呢 就應該會一樣 反過來講 看這個地方 白是一個水管 分成兩個水管 請問你上面這個水管 跟下面這個水管 會一樣大嗎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既然水管不會一樣大 不知道會一樣大 代表它的水流呢 就不一定會一樣 代表電流呢 就不一定會一樣 這樣就很好記了 聽懂嗎 如果你忘記了什麼 判斷那個 電流的固不固定的話 到底串連固定 還是病連固定的話 你就把電流搶成水流 然後水流跟誰有關 水流跟水管有關 這樣子 懂了 OK 好 順看一下 我們說因為 這個I 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公式裡面呢 我們建議你是用這個 P的IV的意思 我建議你用的是 I平方R 這個公式 為什麼 因為既然I固定的話 代表不管經過 R1還是R2的話 我用這個I都是一樣的 聽懂我意思嗎 就不能判斷說 老師 到這邊會不會水流 越來越少 不用擔心 經過R1跟R2的水流 都應該會固定 這樣聽懂嗎 OK 那旁邊可以自己 寫通上去 如果經過R1 R1的電流是Ie 經過R2的電流是I2 這兩個會怎樣 相等 你把它寫上去 I1會等於I2 好 那等到什麼結論呢 P跟R會成什麼比 如果說是固定的話 P跟R會成正比 會成正比 也就是說 P1比上P2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R1比上R2 好 那也就是說 當你的串聯的時候 電阻越大 發熱就會怎樣 會越大 要成正比 OK 可以了齁 好 好 再讓我們看一下 電阻的並聯 的部分 並聯 好 並聯的話呢 該講到的嘛 這邊不是那個水流 電流不是固定的 對不對 那代表誰會固定 電壓是固定的 所以它是誰固定 電壓 也就是V會固定 所以我建議你用的公司是什麼 R分之V平方 R分之V平方 好 那既然是R分之V平方的話 代表P跟R的關係是什麼 什麼東西 P跟R的關係 第一個它的什麼 因為要看P跟R的關係 而且這個V是固定的 V是固定的 所以P跟R乘什麼比 P跟R 乘反比 然後也就是說 PE比上P 也會等於什麼東西 會等於R1分之1 比上R2分之1 這樣寫會比較好 我原本還想寫那個 R2比R1的 可是我覺得怕你們把那個 反比 關鍵弄錯了 因為老師翻譯就是 前後天早 對不對 兩個數字可以這樣想 三個數字不能這樣想 所以我這樣寫不下 好 那代表什麼意思 病臉的時候呢 電阻越大發熱會怎樣 越小 這樣子 OK OK 好 然後這個很重要的地方是 這邊你要記下來 是第三點的部分 電功率手門 就是 不管我們用的是串連還是病臉 看起來 電池每秒鐘 放出來總熱量 一定是每個電阻 每秒鐘消耗的那樣的總和 除非有那個什麼 那個能量流失 就是可能 有電線的關係 造成一些電力流失 那少可能 否則的話 如果在完美的情況下 電池如果你放出去40焦 代表那兩個電阻的總和 一定是幾焦 一定是40焦 所以看到沒有這寫的是 電池的那個總電量一定等於P1加P2加P3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裡PA等於什麼 就是PA PA就等於P1加P2 那這裡的PB呢 也是一樣 會等於P3加P4 再講一遍喔 不管是串連還是病臉 病臉的兩個電子的總和 一定會等電子的 然後串連的話呢 也一定會是 這樣子 OK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這個你把它洗上去吧